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新闻发布会里邀请到的三位嘉宾 他们各自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面 发光发亮 努力奋斗 正向生命协会创办人 南勇博士 他一会会和大家分享他如何在慈善路上 冲破难关 继续将爱和关怀带给社会 另外爱心歌唱导师Chinney老师 他会和大家分享他和小天使 即是一班小朋友如何一起去追梦的激励 而爱心大使钟雨璇小姐也会用他的故事 和大家一起打打气 在嘉宾开始分享之前 我们首先邀请同心梦想家筹委会主席 麦洪斌先生为大家致辞 以及揭开今天的罪目 有请麦主席 大家好 我叫阿斌 我是今次同心梦想家筹委主席 我也是晋延龙双龙会第二届第一副会长 首先很感谢邀请到我们今次活动的受惠机构 正向生命协会南庸博士 我们的爱心大使 钟月璇小姐 是二十四个分会 其实国际商龙会交流会 现在已经有超过五十个分会 已经会员超过一千人 其实我们尊严龙成为一份子都非常骄傲 我们每一年都会去筹办不同的次事活动 我记得上一年我们在一个偶遇的机会 我们跟南博士认识去了 跟南博士认识的期间 他透过一个短短的分享 其实就给我们认识到 原来被称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一班儿童 其实他们都可以很厉害 都可以令到别人欣赏他们的地方 都有他们欣赏的地方 还有上年我们记得 我和一班朋友一班囚委 我们去看电视台的一个节目 这个节目是讲一班男团的自肥企画 他们通过他们的培训 他们的学习 去完成他们一个追梦的梦想 就是一个这样的小故事 我和一班囚委 就构思了同心梦想家的活动 同心梦想家是一个追梦的舞台 在我们上年的11月 我们因选了超过20位的小朋友 他们都是有特殊学习障碍 都有特殊教育需要的一班小朋友 他们都因他们不同的学习的兴趣 我们分了不同的组别 就由我们邀请了的爱心导师 去为他们进行一个offer 一个为期五个月的一个培训 完成了培训之后 就在未来7月2日 就会在九龙湾国际展谋中心的六楼展览厅 会踏上这个同心梦想家的舞台 去完成他们一个小梦想 同心梦想家 其实除了这班小朋友表演之外 其实我们都邀请了很多不同的表演团体 包括我们的爱心大使 董月璇小姐 我们接下来都会有其他不同的表演团体 都会加入我们这个表演的项目 目求大家可以透过这个节目去知道 其实原来一班SCN的小朋友 其实他们都可以和我们的主题一样 都可以发光发亮 我们这次大会的活动 那个slogan大家都看到在这里 我们在任何地方也能发光发亮 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认同 除了我们普通的一般普罗大众 我们一般追梦的一些明星也好 或者是一般我们的市民也好 其实一班SCN的小朋友 都有他们追梦的梦想都可以达到 我也希望大家都可以继续支持我们 同心梦想家这个活动 支持我们其实可以有三个不同的方法 第一就是可以直接捐款给我们这个活动 第二就是7月2日大家投票入场 大家也可以在这个 之后我们会公布买票的一个详程 但是现在如果忍不住想买票的话 都可以去和我们的囚委会说 去留定你们的票 因为我相信都很多人欠票 应该会的 第三就是两样都做 包括直接捐款和买票入场支持我们 希望大家继续可以支持我们这个活动 多谢大家 好 在这里多谢麦主席 正如麦主席所说 我们任何人都有追捕的权利 如果我们有梦想 就有实践的能力 其实所有事情都有一个想法开始 而在南庸博士的眼中 所有的儿童和青少年都有不同的长处和闪光点 在2013年它创立了正向生命协会 提供专业智力和心理评估 训练以及辅导服务 去发掘他们的潜能和强害 也都设立了学校去为有 学习障碍的学生提供优质服务 帮助他们准备好自己投入社会 那究竟南庸博士是怎样将自己的想法 变成今天的真实呢 不如我们一起问一下他 在这个时候邀请 正向生命协会创办人 南庸博士 我们一起聊聊天 正如我刚才说 在2013年的时候 你已经创办了正向生命协会的结构 其实是什么原因 你会开始这个想法 其實就是這樣的 為了講一點背景 我過去就在美國讀書的 主要是修教育和心理學的 最後我也去了香港大學 就是去研究教育心理學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學習障礙 因為我也想知道究竟為什麼 那些人讀不了書 其實讀書都很重要 是不是 但是世上很多人讀不了書 我就選擇去了一個山區去做研究 是一個少數民族 在越北的 是一個瑤州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在美國的教導 如果要做一個研究 最好是我完全沒有背景 我完全是零經驗 我的研究才比較真實 我就去了那裡研究 擴習障礙的問題 原來那個民族是沒有文字的 只是用口語 就是用口傳 就是所有的東西口傳 我開始明白到 原來世界上有些人是完全沒有文字的 雖然現在都很普及的文字 開始就知道原來他們的研究 就是文字 Written language 是寫的文字 好了 完了之後 我就做了教育心理學家 去了一個慈善機構 就是做編稱的 又發現很多編稱被人趕出校 但是讀不到書 那他們真的肯知道他們為什麼 原來他們發現學校很悶 還有他們是 在他們學習的過程裏面 有很多的 無論是數字 英文 都是成為了他們一個難題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其實在一個基礎上 他們都是不行的 原來香港又有一個bending 我過去是在美國讀書 我又馬上去了香港大學讀書 就是好像在一個象牙塔長大的一個人 到我出來好像發現 原來這個世界是這樣的 原來他們在一些很低bending的學校讀書 那他們一邊上去 他們就真的很低bending 那我甚至乎 即是我在香港又讀書的時候 因為我都拿去一個score 就要幫忙教書 我發現很多大學生 原來他們所用的英文都是不行的 那我考究竟 香港的教育是怎樣的呢 但是我想我各自一個問題 就是在整個的研究 去做鞭稱做教育心理學家 在那個機構裏面 我發現 咦 他們但是跟他們相處和聊天的時候 他們很多善良 很艱難的方法 他們有夢想 他們都想做一番事業 或者他們想賺錢等等 但是無論這個社會是沒有機會給他們 因為他們在學校裏面 是被人說出校 或者他們是 凡事 那時候 譬如他們染了一些怪習慣 譬如說很簡單 他們喜歡聞天拿水 我們叫做high teen 我想我很震驚 譬如說他們要戒手 我看到女生戒脈 戒這裡 我說怎麼戒 因為他們想看幾點血核標出來 很開心 哇 你們明明 我在象牙塔出來 但是我發現這個世界 很多東西好聞 怎麼聞天拿水 又要戒手 等些血核出來 變成在我裏面 我就覺得 究竟教育有沒有問題 究竟是讀不讀書 又去染上這些習慣 開始研究 到我又完成了之後 我去了一個 我們的private practice 即是獨立的時候 就見到很多讀書 得的學生 也讀書不得的學生 最後我見了一班人 就是被人說自閉的 那很多家長 是很小的 他已經三歲 兩歲就被人說自閉 然後他就問我 他說南國士究 究竟我怎麼樣 他們沒有希望 那我說 為什麼沒有希望 那我作為一個教育心理學家 我要跟他們評估 但當我評估的時候 發現這班小孩很聰明 我想我講一個case 就是已經很久了 但是我想我一見到他的時候 他的鼻涕黏在鼻角 然後他爸爸媽媽帶他來 爸爸媽媽都穿得很好 沒有試射 那我家就說 那要先抹鼻涕 他媽媽又拿著抹鼻 諸如此 我就說 那我做評估之後 我覺得你兒子很聰明 但他真的不懂得說話 他已經差不多八歲了 他不懂得說話 但我的評估是一個non-verbal 即是不用言語的 那我發現 你兒子很厲害 很聰明 那他媽媽媽直接 即是jump up 即是直接打上來 她說 蛤 你看看我去答 文件 給我看 原來他在四歲已經被人說 他是輕度弱智 然後自閉 有很多專注的問題 很厚 那我說 我不用提了 所以我說 剛才評估之後 你發現 我覺得他很聰明 但剛剛 完了之後 發現 原來在他裡面 是抱不信我 他帶著我兒子走 但是到 接著 禮拜三 他就馬上 媽媽打給我 他說 老闆 你是對的 我發現我兒子很聰明 那我說 為什麼呢 原來他是 禮拜二 跟著 禮拜六來 我就做評估 跟著那個禮拜二 就去了表哥家 他表哥就是六年級 這個小朋友八歲 讀一年級 去了正常學校 但是已經 快被人說走 讀了兩個月之後 因為他去職講話 又隨校園小便 所以他來了 那他去了 他去了表哥家 表哥是六年級 澳素的代表 相差很遠 他讀了六年幼稚園 八歲才讀一年級 他那天去參 他的母親 他在表哥的桌子裡 報數裡面是寫答案 這件事是很震驚的 我馬上就叫他來 你不如做一體 他一看 那是文字體 我很清楚 因為馬上去房間 賣了一些報數的 他一看到 他那一看到 他來看就寫 寫答案 當然是 那這些數字 對於我來說 都很震驚 第一個 叫做被人自閉 又輕道又智 又止 那些小朋友 在我裡面 我第一次 我説 他很厲害 甚至乎 他媽媽 給她的情況 給我FBI後都很震驚 好了 我開始思想究竟 為什麼這班小朋友會被人覺得 他是輕度弱智 又自圍 又被學校警惕 要趕去出校 我想 我的研究裡面 我最後發現 我要開學校 我要去制立自善團體 所以在2013年 我決定開學校 因為我的研究裡面 我已經出了一本書 在2011年 把我的研究放進去 在2012年 工藝圖書館看了一本書的時候 就說我本書入了工藝圖書館 你可以寫的 就是你是藍用博士的 因為我發現很多小朋友 是可以同一時間出很多perspective的 無論顏色 形狀 聲音 移動的方向 發展的領域 和一起出的 但是一起出的能力 是完全在課本文字裡面 是不可以滿足到他們的 那究竟是怎樣滿足呢 那我就會寫在我本書裡面說 應該要多聲道 多角度 多層次地教這班小朋友 活動教學 立體式地教這班小朋友就可以了 那時候是2011年 但是現在是絕對在我的夢想裡面 是可以實現的 就是因為現在走著AI的時代 VR 出現 全部立體化 全部完全可以多聲道 多影像 多畫面的教學 甚至乎現在走著7D 7個Dimension的教學 所以在整個的過程裡面 我覺得我的夢想已經出現錯 所以我更加覺得我要建學校 在建學校的過程裡面 可以告訴你 我們已經成立了九年 就是第一年已經找學校找地 但是很多很多的挫折 就是在政府裡面是沒有的 我說不需要建的學校 就是你怎會有能力去建 你又未辦過學 你們會兒又很小 又不出名 就是很多問題是出現了 那結果呢 我們是 就是一直捱下捱下 結果就是我自己都需要 將我自己唯一一層樓 因為我過去在大學教書 就是做partner practice 賺到錢 還有我的哥哥是給了一個首期 我可以賣了一層樓 供滿了 那應該是無憂的 但是呢 最後我都要賣樓 去維持一個的夢想 建立學校 那現在呢 我們很感恩 我們得到香港發展局 政府的發展局是支持我們 是給一塊政府的土地我們 現在就在大埔 丁國村裡面 是給一塊三萬多平方米 應該三千多 大概零計三萬多平方呎 給我們建一個幼稚園 那香港是沒有一個這麼大的地 建幼稚園的 想告訴你 那好了 那所以我 在我的夢裡面呢 就是多層次 多空間 多什麼 那現在終於是實現了 就是需要呢 就是在整個過程裡面呢 是可以叫做創科幼稚園 所以你就成立了這個 就是準備去籌款 這樣就興建這個創科幼稚園 我們在這裡呢 首先給一點掌聲 藍博士 好嗎 藍博士呢 對了 在剛才的分享裡面呢 他親力親為 由零開始 也都呢 很厲害的藍博士 將我所有的問題呢 一次過都發出來了 那包括呢 他在現在面對的困難 挑戰 就是說夢想 其實都不是說 我們很容易去做到的事 是需要很努力去做 沒錯 那在這次的活動裡面呢 我們和心目想家呢 有很多的小朋友 他們都準備去發光發亮 那不知道藍博士 你會有什麼說話想跟他們說呢 其實呢 我可以告訴各位小朋友 其實是 我覺得呢 天才和白痴呢 都是差一線時間 你給他們機會 那這個就是 get opportunities 就是給他們機會 給一個敬念的機會 不是一個低層次的機會 現在我去開一間高層次的幼稚園 是給他們一個很重要的發掘 因為整個他們入 現在很多小朋友 一被人說自閉 輕到弱智 那其實我那個 就是八歲那個 絕對弱智到飛起了 就是來到呢 又不懂得你 又不懂得你 但我發現原來 他是一個這麼厲害的錢 他可以做到六年級無數 還有呢 他拼一英文 就是 他長賴賴那些生字 媽媽說 他會射出來 他從來沒讀過的那一字 就是很恐怖奇異的一些小朋友 有些小朋友呢 他們是完全沒有機會 完全沒有機會去游泳的 但當他媽媽一帶他去游泳 他就衝了到海 直接游去浮台 就是很恐怖奇異的事 還有學幾個月呢 就可以走到八球球 然後呢 數呢 就可以做到一些數 就是馬上 馬上很表面的數 突然間 一入到數字呢 他可以計到一些很深的數 就是 所以這些這麼特別的奇能呢 是 真的要給他們機會 說他們可以 其實我現在一直在做案子的時候 一樣的 我剛剛有個五歲的小朋友 來到 他是不懂得說話 其實我叫他唱歌先 所以今天有唱歌老師 唱歌先 如果唱歌很重要 所以如果他拿到那個Vidom 拿到那個拍子 拿到那個聲音 他的聲音 他的聲音打開了 那他已經會說話了 他剛剛前日呢 星期六 不是 昨天星期六呢 他可以唱到這首歌 因為他會說Good Bye 那我就用一個Good Bye 歌呢 引到他呢 是說很多話 那他媽媽開心到飛氣 那我自己都很開心 因為他五歲了 已經還沒說到話 被人說自費當然 但是我給他機會 我要引到他 幫他結合這個小朋友 當然我 我有一個很特別的能力 就是 小朋友很喜歡我 這個是我 做心理學家的情況 那麼 6元是怎樣呢 我想我很願意告訴各位服務廳 給他們機會 給他們一個高層次的機會 去訓練你的小朋友 不是 給一個低層次的方法 去給他們 不是好像給一些垃圾 給他們 而是給一些很重要 很 很心靈的 即是說 很貴重的東西 給他們 訓練他們 建立他們 所以我覺得 是需要找一些適合的人 因為就算 剛剛見我的小朋友呢 他已經兩年在那裏 做言語訓練 但是只有一個零 但是在我那裏 剛剛 付錢 已經 建立了 所以他媽媽 昨天已經被禁止票 我 那次我復診 下一次 就是 明明 我想 我們 每個人都會說 我們每一個人 都應該有 我們的能力 和我們的 基金 基金 我們接下來這間學校 一定會給到 很多小朋友 高層次的訓練 是真的 我 發出 非常之好 不單止 小朋友 喜歡藍博士 我們都很喜歡 藍博士 因為在藍博士的分享裏面 不單止 只是講一些 就是理論上面的東西 而且他都將很多 真實的故事都分享給大家 在這個時間 也都很多謝藍博士 今天說我們分享 給你掌聲 那剛才 藍博士 提及多 小朋友 要第一個學的 就是 拍子 唱歌 在這個時間 我們都有 我們的小朋友 是準備了他們的表演 在學習之後 看看他們的表演是怎樣 把時間交給他們 一位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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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stic 大家好 我是 鄭烏俊 我們會表演 兩首歌 就是 《起跑線》 和《真的白理》 請大家細心欣賞 歐洲 我們要坐在馬虎車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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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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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人生要好好穿每天代言 以下的街 扩大多人 也断断平天 即刻海最新挑战 明白成功 外面要人在起跑线 时光要把握好温中求必 含着勇气 靠自己厚厂攻击事 战略明天 此刻海最新挑战 明白成功 不必要人在起跑线 时光要把握好温中求必 含着勇气 靠自己重过重点事 含着勇气 靠自己重过温中 无法可收拾这一对手 带出勇气 永远在背后 众许我才知足关注 不懂珍惜太大疚 沉醉余音 达德不赞上 苦心定外却永未退让 血众中我 手中挣扎 亲人中我报答 心中我 手中挣扎 亲人中我 心中挣扎 我的手 心中挣扎 真正爱你 真正爱你 无法可收拾的一对手 带出勇气 永远在背后 从事老鼠始终不住不懂珍惜太内疚 仍既起温气的一对手 至少靠我自个未必要 理想今次终于单独反合国逼派做斗 将方法律遇到我的心 一生决决无意的顺责 是你都会记得无我 勾勾结毅不尽前路 你将我跌倒不如放弃 无法改成心口不从失忆 可以欢迎示范下 只将我说声将命爱你 想方法律遇到我的心 一生决决无意的顺责 是你都会记得无我 勾勾结毅不尽前路 你将我跌倒不如放弃 无法改成心口不从失忆 我已欢迎欢迎示范下 请将我说声将命爱你 是你都会记得无我 勾勾结毅不尽前路 你将我跌倒不如放弃 无法改成心口不从失忆 我已欢迎大事无限 请将我说声将命爱你 无法改成心口不从失忆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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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的表演 是否都很值得大家再一次给掌声 这边的小朋友呢 另外 也想给大家给更大的掌声 去多謝一群一起陪他們去追悟的人 他們在歌詞裡面提及到 奉將勇氣靠自己去衝過終點 有時夢想是一件很美的事 但是比起追求夢想更美的地方 就是有人跟你一起去分享這個夢想 活動舉辦到今天 一群小天使都剛才大家看到了 落足心機去學習 而愛心導師Chini老師也陪著他們一起去食獎 知道在這個教學過程中 Chini老師有什麼隨時發生呢 在這個時間我們邀請Chini老師 跟我們一起去聊一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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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直到現在有什麼感受 其實都有大感受 挺哭的 第一天見到他們 初初認識他們 譬如Carson、德希、傑俊 三個都是很特別的 Carson 初初來的時候 很自我 因為他們始終有一些 他們自己的障礙 看到他們 其實剛才的表現 你有沒有看到Carson 他雖然好像很不知道 一開始不知道他在做什麼音樂 但看到他們一聽到音樂 他們就會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他們對音樂感也很接近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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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過程中教他們 我自己都很大的感受 更加相信其實 每一個人都有他們的能力 沒錯 每一幫人都有他的能力 都在 Cindia老師的眼淚當中 我們知道 小朋友的努力 在這段時間裏面 你覺得這幫小朋友是怎樣的 他們應該值得擁有一個怎樣的人生 其實看到他們的努力 他們當中是很勤勵 他們的過程裏面 其實很多事情他們都未做到 接著最感觸的就是 一路教他們 當他們做到 然後當他們知道做到 然後他們有個微笑出現的時候 其實那個真的是感動的 他們真的笑出來 相信自己 原來他們都做得到 其實那個位置就是令到我很大的感受 令到你很大的感受 那你覺得他們可以為我們這個社會 或者我們這個社會 可以為他們做到什麼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 要了解他們 知道他們需要什麼 然後幫他們 做一些事情 令到他們在社會上 可以立足到 建立到他們的自信 做到 在社會上 起碼生活到 為自己可以照顧到自己 那我想 不單止他們滿足 我想他們家人都會放心 嗯 其實現在在過程裏面 我看到不知道他們學習 其實他們身邊的家人都好 都挺大壓力的 是 那你呢 你自己在這段時間 你覺得有什麼學習到 我自己的學習就是 其實我自己在教學過程 我都遇到很多不同的學生 有些是正常的學生 也有些是學習障礙的學生 也有很多不同能力的學生 那每個學生的教學方法都不同 那個教學的方向都不一樣 那那個過程都不同 那所以是 譬如看到一些學習障礙的學生 有時候我們會 譬如他們認不到這三字 那他們畫圖畫 畫公仔 讓他們用公仔 用圖像去記得那個三字 但其實他們的過程都很辛苦 因為唱歌詞中都要記歌詞 你記不到歌詞就唱不到那首歌 那他們又會很挫敗 那我們又不想看到他們挫敗的時候 在這個過程中幫助他們很多 嗯 那我們都看到 即是Jilly老師 她在歌場裡面 或者是教導小朋友裡面 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那其實你的夢想又是什麼呢 我們今天這個活動 同心夢想 其實我自己一路以來 那個夢想都是喜歡唱歌 由小到大都自己知道自己很喜歡唱歌 不過在過程裡面 我失去了很多東西 我失去了自己的聲音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我自己用了很多時間去找回我的發聲 我的Darting 我是怎樣去運作的 直到今天我依然都很堅持地去找 所以我很深信上天的安排 這個過程 它令到我失去了這件事 就是想我在這個過程 找到登場之後 再去幫助他們 嗯 嗯 掌聲 掌聲 這樣 單止我們要去 結持我們的夢想 鏡頭前的你都要結持夢想 我們見到Jilly老師 她要克服很多的難關 去為她自己想做的事去努力 也都是不容易的 就是要去找回自己的聲音 我想那段時間的感受 應該是都很難受 今天都其實都很強烈 因為都用了很多時間 是的 所以 不過在一個過程中 我很感動的就是 我覺得老師很重要 遇到一個好的老師 他肯幫你知道了解你 最重要是了解那個學生 究竟他需要些什麼 然後一步一步帶他們走出來 我覺得這個過程 也都幫到我的學生 因為我接受的所有學生都是 不是 發聲位是錯的 用了喉嚨發聲的 那在這個過程 我怎樣可以在短時間內幫她 就是在這麽多年 說了8年 8年至10年的時間 去研究完之後 現在可以用一個很短的時間 就可以幫到他們 起碼先講到話 用到真實的發聲位去講話 再用唱歌去幫他們 所以一切就是最好的改牌 而你的眼淚也是最好的禮物 是吧 是 在這個時間 很感謝Chini老師為我們去北響 那一班小朋友 他們都需要去學唱歌 去追求他們自己的夢想 由學唱歌去 站到在舞台上面 發光發亮 這個過程裏面 需要堅持 需要初心 而我們今天的愛心大使 鍾雨璇小姐 她都在小時候 她都有同樣的經歷 她的夢想都是成為一個歌手 但是她用行動去拉近和夢想的距離 她去學唱歌 跳舞 彈琴 參加電視台的歌唱比賽 自知成為獨立歌手 直到有一天 她終於舉行了自己的音樂會 這個位置先給她掌聲 一步一步走來 是並不容易的 但是她說 無論環境怎麼變 不變的 是想念 我們只要保持自信心 做好自己 起碼自己 可以欣賞自己 那相信她的故事 在一會兒的時間 都會給大家帶來很多啟發 我們有請 唐心舞相家 愛心大使 歌手 鍾雨璇小姐 大家好 嘩 OV OV 是的 可以 我也覺得這樣 所以我也除了 是的 剛才也知道 OV 她一路走來 我想跟很多歌手一樣 都是有一個歷程 才到今天 在年初我真的有聽 蜕變 所以我剛才才說 說到中間那一段 是的 我就說出來了 知道你之前 早幾個月之前 推出了新歌《蜕變》 現階段 應該開始都是忘了 但是 究竟是什麽原因 令到你想成為 我們同心無相家的愛心大使 其實當時 你們其中一位委員 Andy 他打給我 就說 有個活動 想找你當任大使 其實我覺得這個活動很有意思 就是一班小朋友 可以接受為期幾個月的訓練 之餘 還有一個舞台 給他們發光發亮 其實我記得我小時候 每一次有機會在台上表演 我都會很珍惜那個performance的機會 而對於一班可能有特殊教育的 Sense的小朋友來說 可以有一個舞台 讓他們在上面很自信 很滿足地去演繹他們 學了幾個月的一些技能 我覺得是很有意思的 還有我覺得 剛才聽完南博士說 其實這班小朋友 可能有些人對於他們有偏見 可能覺得他們有問題 其實他們真的沒有問題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其實每一個人 都有他們一些特別的技能 我記得我小時候 是有做補習老師 中學 我當時是在南田馬間 女子中學讀書 去到中六七的時候 我就開始去幫小朋友補習 當時就幫了一個 有視覺障礙 還有有聽障 要帶助聽器 還有要配一副很深眼鏡的 小朋友幫他補習 其實他很辛苦的 每次補習的時候 他是文字 這樣去看字 很辛苦 他讀書是有一點障礙的 還有聽力 我跟他補習的時候 我要很大聲地跟他說 因為他聽得很辛苦 但是呢 當我幫他補習 補了第二個學期的時候 他由一開始很多科都失敗了 然後慢慢慢慢 之後呢 很多科都五十分 六十分 甚至我記得是數學科 有七十幾分 那一下呢 你知道嗎 他媽媽跟我說 給我看成績表的時候 我是 哭了出來 我很記得那一幕 就是覺得很感動 因為 其實這個小朋友是可以的 If you think you can you can 因為你真的 只要給點心機去培養他們 不要覺得他們有問題 其實也都可以做到 你覺得他可以做到的事 還有其實這個小朋友呢 他彈琴是很厲害的 所以每一個人 都有他的特別的技能 就不要認為可能他讀書不厲害 又或者他講話不厲害 或者他某一部分的一些技能不厲害 就是抹殺了他這個世界 其實這個世界是給了很多不同的機會 給一個機會 一些好像我首歌一樣 每一條毛無從 都可以蜕變破肩而出 成為蝴蝶的嘛 而台下每一位小朋友 就好像經過老師 訓練完 他們可以在台上唱到 《珍的愛你》這首歌 和《起跑線》這首歌 其實 兩首歌詞都很難背 是啊 我試過有一次 我真的唱《珍的愛你》的時候 我是去到第三段的chorus 的副歌 我是 有少少掉了拍的 但他們今天真的給點掌聲 他們做得很好 老師是功不可沒 還有今次機構 我們這個協會 還有今次主辦的機構 他們兩個的機構 都是很有heart 去做這件事 所以一聽到我就說 一定真的看完所有資料之後 覺得這個活動這麼有意思 一定要來幫 是 就是說在追夢的過程裡面 除了自己開心 幫到身邊的人 都是很開心的一件事 夢想對你來說又是甚麼呢 小朋友 你們要聽著 其實夢想對於我來說 是一個努力的目標 給自己一個奮鬥的機會 當你找到那個目標的時候 就是你的夢想 你就怎樣想方法 去逐步逐步去實踐呢 可能你 原來你很喜歡 流冰的 剛才我和一個小朋友聊天 他是流冰 他接下來可能會去參加奧運 其實 當要找到你自己的目標 我要成為流冰家 我要成為奧運的代表 我就要去努力去堅持 逐步逐步地去找方法 去達成你的目標 所以其實人們一定要有夢想 因為沒有夢想 就是經常都說 鹹魚一條 甚至乎是沒有靈魂 沒有驅學 所以我覺得其實夢想 真的很重要 所以這樣就 就令到你都可以一直堅持 去追求你自己的夢想 但是這個時間 你會有甚麼心理的說話 是想去鼓勵你的小朋友的嗎 嘩 各位小朋友 其實呢 這麼開心 有一個舞台可以讓你們發揮 你們就要努力 要聽老師話 因為老師是很重要的 就是一個領袖 一個領袖去帶領你們 怎樣可以在7月2號 這個舞台裏面發光發亮呢 記住老師給了一些秘技 你們的時候 回到家要怎樣 好好練習 到時在舞台我們每一位 目光都是注視在你們身上的 所以這個口號很好的 我們在任何地方也能發光發亮 Yes we can 我們一起倒這個口號好嗎 Yes we can 好 有三位的嘉賓分享過 現在呢 我們會有一個Q&A的環節 不知道大家 會不會有些問題 想問我們的嘉賓 去找他們 找些看法呢 好 我都想問一下彭彭 其實到現在 彭主席 彭主席 彭主席彭 其實到目前為止 在籌備這個活動期間 有沒有些甚麼是覺得很難忘 一仗很深刻的 嗯 我覺得是 可能我都可以這樣做 才聽到我的聲音 我覺得在這個過程裏面 最難忘最難忘 就是因為這個疫情的影響 其實大家都知道 其實由2月到剛剛才開始去放寬 所以其實由一班小朋友的學習 他們中間都響了 都有幾個月的時間 因為本身呢 我們這個活動呢 是定了在4月30日的本身 但是都因為這個疫情的關係 我們這個活動 由4月30日 就延期去到7月2日 那當中其實都牽涉了很多的 行政上面的安排 小朋友上學習的安排 甚至我們籌款的時候呢 都遇到一些困難在這裡 因為疫情對於很多不同的企業 都有一些影響 所以其實我們在這方面 都遇到少少困難了 我相信大家都會繼續努力 去支持我們這個活動 會令到我們這個活動 可以順利舉行的 是嗎 是 那在國主席的帶領下呢 我相信這個活動 一定是可以發光發亮的 是嗎 是我們可以 我們在這個活動的籌款 的目標是怎樣的 其實這個活動呢 我們最主要 我們籌到的款項呢 我們都是會 好像我們剛才所說 我們會全數捐贈給 政下生命協會去支持他們 建這個創科幼稚園 其實 其實除了這個方向之外呢 其實我們之前 和藍博士都有談過 其實因為這次 藍博士在這個是創科的幼稚園 但是其實我們這次的活動 參加的小朋友呢 其實都不是由幼稚園開始 其實我們都起碼可能是六歲 或者以上 他們已經離開了這個幼稚園 這個階段 所以呢 其實在現階段呢 我們這班小朋友 其實我們都很想 完成了這個計劃之後呢 我們都可以繼續可以服務到他們的 所以除了籌款給這班 給政下生命協會去建這個幼稚園之外呢 我們都希望 我們這個同心夢想家的活動 今年成功舉行之後呢 接下來都會有第二年 第三年 可以繼續為這班小朋友的服務 甚至乎我們很想呢 可以去踏到一條路 是令到他們在畢業之後 因為好像剛才唱歌 阿德希和阿傑俊 其實他們將會在他們的學校畢業 但是畢業之後 他們踏入這個社會上面 他們可以做些甚麼工作 或者他們的人生可以怎樣走呢 其實這個都是我們很想 可以關顧到的路 所以藍國士 是不是我們經常說 想開一間社企 是吧 是吧 我們繼續努力一下 這個目標 是啊 沒錯 因為我們當講起 要去支持一些的 就是有需要的朋友 我們可能都是一次 兩次 但是延續這個故事 去延續支持他們 也是我們一個很重要的理念 是吧 我經常都在想 其實他們唱歌 現在練得這麼好 唱得這麼好聽 我們其實可以 搞一個合唱團 或者樂隊 是吧 就是 到日後 就可以安排多些表演 是收費的 這樣他們可能有機會 是可以 憑著他們這個努力 學習到唱歌 就好 用這件事來維新都可以 是吧 是吧 好 我們給點掌聲 多謝文主席先 我們還有其他朋友 是有問題想問的呢 如果沒有的話 不如我們拍一張大合照 好嗎 好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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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 一 있다는 好 我們可以